我之前呢久不久都會post一些 做食物的片段出來的 有很多男士們會問我 其實煮食難不難的 真的不難的 例如這個牛扒你買回來放在冰箱 你如果記得的話 你早上可以放在我之前 放出去 所以如果是冬天 我會放在冰箱 讓它溶雪 夏天我會放在冰箱下面 就是普通雪櫃 雪水呀 可樂呀 啤酒呀 你又放進去 因為回來它應該溶完雪的 如果你不記得 但是你早了回家 又不去外出吃 又一個人 更簡單 只要你拿膠袋 然後把牛扒放在冰箱裡 把牛扒放在冰箱裡 然後放進去浸水 其實你沖完涼 之後出來 它解凍已經差不多一半了 如果你有其他東西可以做一下 其實放在冰箱裡 它就可以解凍了 如果你有少少時間可以醃一下它 如果你家裡有西芹 其實西芹就已經夠了 如果你家裡有洋蔥 那當然油再好一點 如果你家裡有什麼膚沒有的 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比如西芹 洋蔥 和蘿蔔 其實可以醃一下 回來很簡單 當然要把它切 切條也好 切什麼都好 不好意思 這個砧板太重 是不是 啪啪聲 好了 切完之後 把它放進牛肉上面 就可以用來醃 醃的過程很簡單 時間也很簡單 很快 其實我覺得 如果一塊牛是好好的 其實你醃三四個字 就什麼都可以了 當然你可以再切多一點點 其實不斷按它幾下 那味道就會出來 再不然就會有些人可以去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是什麼 是拍那個西芹 好 那聲就有點吵 不好意思 有什麼意思 那另外當然是要少少少鹽 少少粉 糖 那些 如果你喜歡的話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我就不覺得 那放在這裏 放三四個字 你就可以去煎 多了那些給我們吃 鹽 鹽 就是這麼簡單就完成了 不要說你會煮東西 不會煮東西 其實煮東西吃真的不難 你自己煮給自己吃的時候 因為什麼東西都可以吃得好 要熟的話 好,完成了 好,時間就覺得很快了 又換完衣服 又一洗完涼 那最簡單呢 就什麼都不懂 不懂 煮食 不懂 用火 好 那你就用一個碎波爐 簡單簡單 將你做好的肉 放進去 就是這麼簡單 放進去就可以了 上面的石仔 是什麼來的呢 石仔就會 會令到你這個牛 會有一些 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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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味道 會金黃色 那樣的 OK的 有一點點顏色 好 那之後怎樣呢 就當然是打開爐 打開爐 放回 啊 這個醃好了 很好吃的 牛 進去 好 好 接著呢 就按 啊 水波 然後呢 就調教到 十九 十九呢 它是吃牛 這樣呢 就可以 開始 這樣就搞定 這樣就等了 十幾分鐘呢 就可以吃了 不會煮不要緊 按著進去爐也會 是不是呀 好了 夠鐘了 看看牛 如何先 看 拿回那些石仔 還要黏掉那些石仔 石仔又不吃的 OK OK的 是嗎 好像樣子不錯 好 OK 按下去 OK 還有一點血水滲出來 OK 應該差不多的 知道呢 就可以切開它 看看熟不熟 是不是 OK OK了 吃得了 是不是很簡單 這個不會煮的 吃的男人 回來 將東西融雪 融雪 然後扔點鹽 家裏有 洋蔥 番茄 雖然有味的東西 這個西芹 這樣一下去 醃 醃幾分鐘 接著放進爐裡 煮都不需要煮 不懂看火 按鍵 搞定 這個就是水波爐 OK 是 那些水波爐 是 的 這 真的 有 你 可以